Hello,大家好,我是阿方所作 欢迎大家来到阿方的编制课堂 今天这节课呢,是我们这个交叉背心的最后一节课 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把这个主体呢,勾好了 然后呢,两个袖口也给它勾好了,是吧 我呢,因为两边呢,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事先呢,就把这个领口这里勾好了,看到没有 其实呢,也是很简单 我们就沿着这个,我们勾到这里,收针的这一块,是吧 在每一个这样的立柱上面,调两个长针 就这样一直勾 在这里调两个长针 然后呢,勾法的跟我们袖口是一样的 第一圈是勾的长针 然后勾三,这个是片勾哈,就是三排 第一排呢,勾长针 然后呢,我们勾三排这样的内勾和外勾 一个外勾,一个内勾,再勾一排短针 我这个已经勾好了,大家看一下效果 第一排我们勾的是长针 然后接下来勾三排这样的内勾和外勾 也就是勾针的单螺纹 这一圈呢,这一排呢,我们是勾的一排短针 好像勾出来还挺漂亮的哈 有点像那个棒针的单螺纹,是吧 其实这个呢,简单哈 我们先从正面哈,正面起头 这里如果有线头呢,我们直接从这里把线头这样接起来哈 就跟我们这个扎麻花变眼哈,给它扭起来就可以 给它把这个线头接起来 看到没有,就跟我们扎麻花变眼哈 给它扎,接好 接好我们再直接开始勾这个 第一排我们全部是长针 看一下,我们在起立针这里就是 这个位置呢,我们勾 在这里勾一个起立针 然后呢,在这里勾 第一个网格里我们勾两针长针 第二个网格里勾两针长针 我说的这个网格呢,就是我们的起立针 起立针的针物这个立柱上面 看到吗,刚刚我说的 我们不是每一排都有起立针吗 每一排开始都有起立针 大家就沿着这个一直勾 在每个这个起立针的空格里 我们勾两个长针 一直勾,勾到这一头 看到吗 也就是这里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这个位置 第一排长针这样勾 这样一直勾 勾完这一排,大家自己完成吧,好不好 好的姐妹们,我们在最后一个网格这里勾了两个长针 是吧,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再勾一个长针 好的,然后勾第二排 三个锁针起立 把织物这样翻转过来 我们勾外勾 内勾 这个勾法呢,跟我们袖口是一样 只不过呢,我们袖口呢,是圈勾 这个呢,是往反勾子 也就是片勾 片勾跟圈勾的区别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圈勾它是一直这样转着圈的勾是吧 片勾我们就要往反勾子 就正面勾一排,反面勾一排 然后像我们正面的是,呃,外勾长针,到了反面它就是内勾长针,大家看一下哈 按照这个规律呢,自己把这一个领口给它勾完 现在我们是第一排这个内勾外勾哈 看到吗 勾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一针外勾一针内勾,一针外勾一针内勾 这是第一排 我们还要勾两排 到了反面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一针呢,是外勾长针 到了反面它就变成内勾了 大家勾反呢,是一样的 看到外勾这样凸起来的就是外勾长针 往里面凹进去呢,这个是内勾长针 不管是正面反面 你认证这个针数,这个针法就可以了 好不好 这个勾三排,勾三排我们再勾一排短针 嗯,自己给它完成吧 因为这个领口比较简单一点 这个领口勾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给它把两片这样合起来 我们勾这个下摆,好不好 好的姐妹们,这个边呢,勾完了哈 勾完了,大家记住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做 你看,这边呢,我们结束的时候是这样的平的哈 然后我们起头呢,勾的是这种网隔针 所以呢,我们刚好线头在这里呢 就给它勾起来哈 网隔针我们起了是20个网隔,是吧 等一下我们这里呢,补两个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我们勾20个网隔 这个地方呢,勾两个 看一下哈 一,二,三 好的,在中间这个位置勾一个短针 然后,一,二,三 在这里勾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边这里勾两个网隔哈 然后这里一,二,三 我们这样一,二,三,控三针 在第三针跟第四针之间,这里空隔里勾一个短针 这样勾网隔哈 一,二,三 好的,这里我们也是一,二,三 在第三针,第四针这个空虚里勾 勾完了,大家数一下哈 看一下,加上这个边这个两个线圈 是不是二十个线圈哈 看到吗?姐妹们就是这样的 一个这样的线圈,这里两个 然后这里呢,到这里呢,我们勾二十个这样的线圈哈 自己完成吧 好的姐妹们,现在我们开始勾这个下摆 下摆呢,我们有一部分呢,要重叠哈 大家看一下重叠哪个部分 我们从这里哈,最顶上这里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不加不减的部分,我们是在这里是吧 大家从这里一直这样 好的,找到这里哈,总共是一,二,三,四,五,六,六个 这里的第六个,然后跟这边另外一边的这个第一个 看到吗?这里重合起来 这就是我们重叠的地方 好的,这边我们同样也是哈 这个边的这里两个,然后一,二,三,四,第四个 跟这边的第一个,跟这边的第一个给它重叠起来 看到吗? 也就是我们把这个收针的部分给它重叠起来哈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这样的,我们割好了这边,割这边 嗯,来重叠这一边 这边也是一样的,一,一,二,三,四,五,六,第六个 跟这边的第一个,我们给它这样扣起来 好的,这边也是一,二,三,四,五,六 第六个跟这边的第一个,这样重叠起来 好的,这个重叠的部分呢,我们就做好了 等一下我们勾的时候呢,就是这两个呢一起勾哈 我们随便找个地方给它起头 找这个我们缝合的地方,下摆中间这里哈 拿着我们的线 大家注意哈,如果你想收针的话呢 我们就在每个网格里面勾两个长针 在每个网格里勾两针 如果你想那种宽宽松松的边的话呢 你就在每个网格里勾三针 前面这个部分呢都是哈,在每个网格里面勾两个长针 这样勾出来的边呢,比较好看一点哈 这样勾出来的边呢,比较好看一点哈 它稍微有一点点收缩 大家一直勾吧,勾到这个地方,勾到我们 这里没几个了哈,没几个我干脆勾过去 切换镜头,在每个网格里面勾两个 好的姐妹们,我们勾到了这个地方哈 就是我们两片重叠的地方,看到吗 这里不是有介号扣吗 我们在这里哈,把这两片同时这样 勾两个长针,好的 介号扣我们可以取下来了 后面也是这个网格 对成这个后面的这个网格 这两个网格同时勾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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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后第一个网格 好,其他的地方我们就不管它 其他地方我们就是还是这样哈 等于我们重叠的部分呢,就够完了 看到吗,姐妹们,勾好了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重叠的部分呢,就是这里哈 这里开始,一二三四五六,看到吗 这个地方我们要松开,要勾好一下 我们勾这里第一针的时候啊 拿这里第一针,勾这边的一针 看到吗,这样好看一点 看到吗,这样勾它就把它提起来了哈 这样固定了,看到吗 这就是我们交叉的地方 就是我们收针的地方 姐妹们如果你是隔一排收一次针的话呢 你这个地方呢,肯定会比我的这个地方要大 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宽松的款 然后呢,另外一边呢 这边的勾法呢,跟这边是一样的哈 大家自己给它完成 好不好,这样重叠的部分 我们就是这样两个一起勾 看到吗,这两个网格一起勾 跟这里一样的 然后勾完这一圈长针以后呢 我们后面呢,大家参考我们袖口的方法 就是勾三圈这样的内勾和外勾 最后呢,我们勾一圈短针结束 勾完了呢,我们这个下摆呢就完成了 完成了,我们还有一个事情要做 就是要勾一根绳子给它 把后面这个地方呢,给它固定一下 要不然这样不好穿呢,这个肩膀呢 会滑落下来 好不好,大家自己把这个下摆完成吧 好的姐妹们,这个下摆这里呢,我勾好了 比袖口多了一圈哈 最后呢,也是勾了一圈这个长针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那边不是说了 勾了这边以后,直接在这里勾一圈这个网格 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是网格针起头 然后结束的时候呢,是长针是吧 还圈一排网格 另外一边呢,大家可以另外用针啊 用线起头哈,勾一排网格 方法呢,跟这边呢,是一样的哈 然后这个主体呢,我们全部完成了 我们还缺一根这样的袋子 这个袋子有什么作用呢 一个起装饰作用 还有一根呢,就是防止我们这样穿呢 大家这样穿,绝对这个肩膀会滑落哈 它是不方便的 我这根袋子呢,总共勾了200个锁针 长度呢,是120厘米哈 这个袋子呢,可以长一点,可以短一点哈 这个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吧 好的,我们把这个对折以后 肩膀这个部位对折 对折这个地方呢,我来量一下哈 大概是10厘米左右哈 再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10厘米 从10厘米这个位置 这边对折一下,也这边也找10厘米哈 同一个周五 然后我们从这个绳子大家看一下哈 从这个洞这里哈 这里穿过去 好的,这边 从这里穿过去 看到吗 我们反正看了 你看到这个珍木的这个一个洞 一个小洞就可以穿过去 好的 这样穿过以后哈 我们从这里数1234 第四个 把这边的穿到这边来 看到了吗 姐妹们 好的,然后这边也是1234 第四个 那就这样交叉的穿 好的,交叉完以后 这里1234 这边也是第四个 第四个呢 我们从这里 好的,这边1234 再穿一次哈 1234 第四个 好的 这个袋子的长短呢 如果你感觉这边短了一点是吧 我们可以调整的哈 这边 这袋子呢 最好是两边一样长 好的 搬好以后呢 我们这样哈 这样打个结 打个结 这里打个活的结 好了,这个袋子就搬好了 然后,这个地方的宽度呢 这个地方的宽度呢 这个地方的宽度呢 我们可以调整哈 然后交叉可以取下来了 这样做交叉呢 是为了让它两边比较平整 对齐 对齐应该是这样说吧 看到没有 这样就绑好了 交叉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穿在前面 也可以穿在后面 而且这个背心 从80斤到180斤都能穿 它是不分体重 不分前后的 玩完以后呢 我们这个背心呢 就全部完成了哈 大家自己给它完成哈 这个锁针呢 这一根袋子 可以长一点 也可以短一点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像你不喜欢 怎么下面这个地方 我们都可以不用交叉 交叉一排就可以了 或者你还可以 一直这样勾下去 还可以交叉两排 好不好 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吧 好的 今天我们这个交叉背心的教程 就到这里哈 全部结束了哈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